嗨大家好,我是响面 今天邻居家送了一点土鸭蛋过来 我们就用它给大家分享一下咸鸭蛋的做法 非常的简单 首先还是把这个鸭蛋放入清水中 这里有多少个我也不知道,没有数过 这个全部是土鸭蛋,都是自己的鸭子森 先用钢丝球把这个鸭蛋的表皮给它清洗干净 洗干净的鸭蛋把它晾干水分 做咸鸭蛋一般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泡,另外一种是烟 今天我们选择用烟的方式 无论是选择泡还是选择烟的方式 我们第一步都是要把咸鸭蛋的表皮给它处理干净 下面我们准备一瓶高度白酒 这个高度白酒度速的话一定要52度以上的 你看这个就叫二麻二麻的 你放心喝不醉 我们给它倒在这碗里面 另外一个碗里面倒入盐 大家注意这里不要沾油哦 这里是洗净晾干水分的鸭蛋 直接给它放在这个高度白酒里面 让它的表皮均匀的裹上一层高度白酒 这一步有杀菌的作用 大约泡了一分钟之后把它拿起来 用手把这个酒给它稍微抹一下 放到这盐里面裹上一层薄薄的盐 这里千万不要裹太厚了 如果太厚的话 这个鸭蛋腌出来会很咸很咸 想要这个鸭蛋腌出来流油的话 泡高度白酒这一步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腌好之后给它放在一个坛子里面 我这个坛子的话是一个土坛子 大家也可以用保鲜盒 或者是其他的罐子之类的玻璃罐都可以的 咸鸭蛋全部腌制好之后 用保鲜膜把这个口给它封起来 这一步主要是给它密封起来 让它在里面腌制 然后我们再给它扣一个碗在这个上面 今天我们的咸鸭蛋就已经腌制好了 这样腌制好之后 放在阴凉的地方 大家注意一定要放在阴凉的地方 一般腌制20天之后 就可以拿出来煮来吃了 保证各个流油非常的好吃 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 咱们端午节快要到了 大家也可以自己试着腌制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在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